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外一无所有 而且他还向财主借了两筐玉米 一直还不上越来越高的利息 如此看来 这房子也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只好远走躲了起来 在森林中他遇到了一位老人 老人问他要去哪里 他无奈地讲起向财主借粮的事 可怜的人 你不用这样躲着 我给你一把小提琴 你只要一拉响它 财主就会跳起舞来 这个穷人接过小提琴 对老人说 自己很饿 连将这把小提琴 带回去的力气都没有 老人又送给他一张桌子 你想要什么 桌子上就会有什么 穷人敲了敲桌子 命令道 给我玉米粥和豆子汤 他吃饱了肚子 然后就回家了 这时财主正在把他的妻子 和十四个孩子赶出房子 你给我跳起舞来 穷人说着 拉起了小提琴 财主真的就跳起了舞 不一会儿 就跳得上气不接下气 只要穷人一直拉琴 财主就不停地跳舞 当穷人停顿下来的时候 财主跑到了镇公所 他告状说 有人没完没了地拉小提琴 穷人跟了过来 又拉起了小提琴 财主 你跳起来 财主随即在镇公所 也跳起了舞 同时穷人叫嚷着 我说过 他就是这样不停 穷人不停地拉琴 镇公所里的人感到厌烦 勒令他马上离开 你们也跳起来 穷人命令他 镇公所的人全都跳起了舞 摸水兵打翻了 笔摔到了地上 整个地方天翻地覆 财主 财主听到了镇公所里的喧闹 你这个穷光蛋 赶快离开 但穷人对他们说 你们也一样跳 财主也马上乖乖地跳了起来 村妇们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林村的县兵 他们很快赶过来 想把穷人赶走 你们都跳起来吧 集市上来了很多人 他们都跳起了舞 一个团的士兵赶快离开 穷人对他们说 每个人都随意跳起来吧 国王也听说了这件事 国王您也跳吧 穷人命令道 国王也跳了起来 王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一个国王 那个国王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过来了 穷人做了同样的事 国王只好恳求穷人假狐 两位国王将王冠送到穷人里 把整个王国都让给了他 条件谈妥了 人们不再跳舞了 不过大家也都饿了 便对新国王说 现在得给我们吃的东西了 他摆上了桌子 先敲了敲 然后说 玉米粥和豆子汤 人们开始吃了起来 桌子上冒出好多好多的玉米粥和豆子汤 站在前面的人吃的宝宝里 后面的人则够不到 他们把两个国王挤到了豆子汤里 两个国王连呼喊机会都没有 就窒息了 人们并没有管这些人 都挤到大锅前 每每都吃了起来 人们吃着喝着 每个人都非常地欢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